世界脈動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AMEC澳洲留學網路電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聞平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Karl 今天我想要在這個Video呢 跟大家分享一個其實蠻常見的事情 就是呢您是否有旅遊簽被拒簽過 OK那當然現在如果你是台灣或香港 大陸不一樣 台灣香港現在都有這個電子簽證了嘛 通常你去旅行社呢 你買這個機票 基本上你要飛去澳洲啊 飛去任何其他國家 基本上都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為什麼還是有人會被拒簽呢 那今天我要在這個視頻Video裡面呢 跟大家做一些講解和介紹 還有記得要看到最後就是後面 我們如何來解決這些問題啦 OK那我們第一呢我們先來看一下 澳洲移民局的官網啦 他以前基本上都沒有講這個東西 那現在其實他有放一些資訊在這邊 但是我覺得還是非常的籠統 所以呢他這邊就講了 你可以看到他這邊寫說 Can you go to Australia 那of course 那很多人只要有簽證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去嘛 所以他說要check if visa cancel refusal affecting you 所以有些人呢 有可能是有一些拒簽紀錄 並沒有被平反什麼意思 就是你沒有去回覆他 或者是他當時有發現問題 你後來就回家了 就沒有再去理這個事情 那沒有請律師或者是任何的專業人士 幫你去做一個回覆怎麼樣 就算被拒絕了 你還是要在這個澳洲移民局政府那邊 留下一個檔案就是到底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沒有留 人家也不知道 那你這個紀錄就永遠在那個地方 那什麼原因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基本上 通常你是這個 年長的 或是年幼的 通常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年長跟年幼為什麼不會發生旅遊被拒簽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為年長跟年幼的已經 基本上在法定的概念來看的話 他是已經沒有能夠工作的這個能力了 那如果沒有工作的能力的話呢 基本上他就不可能 他的risk就比較低 他的這個去 跑去打黑工的機率都比較低啦 OK 所以那基本上 老年人跟年幼的基本上不會有這種問題 那通常發生就是在大概18歲以上 到大概40歲之間 你會很常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你長期不斷的旅遊簽一直過去 如果一年在澳洲的移民法規裡面的policy 有講到 如果一年待超過六個以上在澳洲的話呢 他們在 你飛還是可以飛進去喔 但是海關的那個地方呢 你就會被停下來 然後帶你去旁邊的房間開始做面試 就是要了解你到底來幹嘛 因為旅遊簽基本上是讓你來旅遊 然後短暫停留的 如果已經待超過六個月以上的話 已經破了短暫停留的這個概念 你有可能是旅遊 但是你已經超越短暫停留的這個概念了 所以呢是有可能是 就是蓄意想要移民的傾向 那在這部分呢 他們就會抓這個問題啦 那很常見很常見 我們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 有一些打工度假的已經去一千二千 然後一回了台灣以後 覺得說 或是回到香港以後 這個不捨的工作 馬上又想要回來 OK 那這個時候呢 他們就回去以後馬上又申請一個旅遊簽 在六個月內 就是你的打工度假結束六個月內 又馬上飛回去 這是一定百分之一百一定會被抓 在這個海關的部分一定會被抓 那抓了他 如果發現你回來是有可能工作的 你會當場被簽證取消 然後遣返回去 那這樣就非常非常的麻煩啦 所以呢 很多人現在是轉變就是說 如果打工度假結束之後呢 就是轉學生簽證 那至於學生簽證後來的這個去向 到底怎麼樣 當然也是要看啦 也是有一定的risk 那當然他一定要去assess說 你是真實想要學習 那當然這部分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留學的GTE 就是留學計畫書 一定要寫得非常好 不然的話也是有可能會被拒掉了 OK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什麼事情有可能會發生呢 比如說 有些人已經在澳洲待一陣子了 可能學生簽證啦 然後後來又畢業工作簽啦 然後後來又轉其他的工作簽 配偶簽等等的 但是後面中間遇到很多其他問題 已經達不到原本簽證的要求 然後返回去原屬國 然後又回來 然後中間有可能也會被抓 或是被申請的時候 現在開始發現 因為現在澳洲政府已經開始利用AI機器人 在搜尋所有的大數據 他只要看到有這樣子pattern的人的話 通常都會停下來 所以你會發現有些人開始在做這個電子旅遊簽 在ETA的時候呢 都會等很久 因為一般來說電子旅遊簽的話 如果你是純旅遊的這個 這個申請人的話呢 通常在一天內 或是幾個小時內就p下來了 你如果在一天內沒有下來的話 表示你已經被AI盯上了 好 那這個也是非常麻煩 然後最後會迎來就是拒簽 拒簽在電子旅遊簽裡面 因為他不會寫任何的東西 所以很多人還必須要自己打電話去 香港的這個澳洲的簽證辦事處去詢問 才能問出一個所以然來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麻煩的一個事情啦 那當然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其他比較複雜的case 當然我歡迎所有的觀眾朋友 如果您有遇到這些問題的話 也可以留言給我們 可以來探討一下怎麼來幫助你 好啦 那接下來下一段的這個 視頻 video的話我就要講 你這之後遇到這種事情怎麼辦 我會建議第一次遇到 盡早遇到 或者是你開始有覺得有發生事情之前的 就一定要趕快來找專業的 這個顧問諮詢 或者律師來操作這些事情 不然的話你讓他放爛到 拒一次拒兩次拒三次 後面就會非常非常的麻煩 因為表示你是repeatly 好像好像做錯事情 一直不斷的一直犯錯 那當然這不是 一般人沒有這個知識的話 他根本就不知道要這樣做 那專業的移民代理 要去操盤這個事情的時候 一定會做一個 像申訴型的legal submissions 就是他在coverlator上面會講解 敘述你的背景 那這個時候你的旅遊簽證申請的時候 就不能走ETA 一定要走正常的六百簽申請 那你必須要把你所有去過澳洲 還有去其他國家的紀錄全部敘述 去哪裡玩去幹什麼去做什麼事情 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後來申請什麼東西出了什麼問題 那當然專業的這個consultant的話 他一定會去找出在法律 在policy上面對你有利的 那把這個部分加強寫在 這個前面的submission cover letter裡面 因為如果沒有這麼做的話 你一樣用正常方式申請的話 一般來說 我們要了解移民局裡面 通常什麼簽證是批最多審最多的 一定是旅遊簽嘛 OK旅遊簽是最多的嘛 好那你旅遊簽最多的話 你不可能每一個簽證官 每一個東西都拿起來就好好的去看 OK 所以呢你一定要在前面 第一個submission的這個申訴性上面 就要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到底之前發生什麼問題 那為什麼這次要申請 那之後我們會不會再犯什麼事情 一定要敘述的非常清楚 那當然這些技巧 沒有辦法guarantee 這個有拒簽記錄的申請人 下一個一定會過 當然我們自己本身是有操盤過 是有過的 那當然我們是follow policy的方式去寫這些東西 如果沒有去做這事情的話 基本上你直接送的話 一定都是撞牆的 那這是很常見的一個問題 我發現現在去的人越來越多以後 再加上這個AI大數據 再清洗這個部分的話 問題也是發生越來越多 那當然這一定要找這個有經驗的 要在這部分裡面來做更強 強化性的這個簽證申請的這個模式 OK那這是我們今天簡單的video 那如果您對這方面還有其他的問題 還有其他的疑問 歡迎您再留言給我們 最後如果您喜歡的video 歡迎到我們的臉書粉絲專頁 我們按賞大大的讚 我們到YouTube頻道按下訂閱 記得小鈴鐺把它打開來 這樣我們也有新的澳洲移民信息 您都會第一收取得 謝謝觀賞 拜拜